結果發現關門的一個計電器故障 那在這個設計上如果說門沒有關好 車子就不能開了 所以說這個計電器故障 導致於這個車門沒有關好 那車子開走了這個問題 那我們後續還要跟這個原來的這個 這個程照的廠商、西班牙公司還有捷運機來共同研究 看怎麼來做改進 因為站長上去的時候門是開著 那開著要列車啟動的時候 那才知道說車門有沒有關閉 這個車門有沒有關閉的話 它的駕駛座上有一個小小的檢測 所以說今天果然這個 因為果然這個是第一次發生 所以說司機員他有發現到 欸有這個異常的檢訊 但是以前都沒有發生 所以說司機員也很激情的就反應給行動中心 所以說行動中心才趕快叫他進行分證 但是如果是在駕駛之前發現黃駕駛座上前一站 就一直搭進去這樣的狀況 那是不是等於指揮人 開了兩站之後才把離合選擇 這個部分的話這個要查證一下 因為司機員那時候 因為司機員他的工作都要目視正前方看看有沒有狀況 啊我們那一個景那個設備都在旁邊 他是不是注意到這個目前都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全車隊還是會做全部的檢測 我們今天下午已經找捷運局跟這個電動車製造商 下午在這個現場在開會了 所以這個問題看他怎麼找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這樣對 Bennett來說 為什麼要急著痛快 幫忙中心 味噌 有編